这个句子我先请美玲说说看 我的衣服 衣橱 衣橱 我的衣橱有很多衣服 好 我说一下衣橱 衣橱是像你有很多衣服对吗 你要放到一个柜子里面 这个柜子里面只放衣服裤子 还有你的一些会穿在身上的东西 那这一个柜子我们会说它叫衣橱 好 可以看一下聊天室 我把拼音给你们了 衣橱 好 所以这里我们上一次说过 衣服的量词 Meshure word是见对吗 那西装如果是裤子和衣服一起的话 它的Meshure word是什么呢 我问问嘉玲 记得吗 套 很好 套对吗 一套西装 如果是衣服和裤子都有的话 一套 这个 如果你忘记的话可以再把它写下来 好 衣服和裤子一起 一个set 我们会说一套西装 好 那只有衣服的话 一件衣服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对吗 可以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一题 好 这个我们请安康说说看这个句子 这 这什么老师 哦 这只 这只小狗可爱的 不得了 哦 很好 好 这个只我先把它打在聊天室上 好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Alimo 动物的时候会用的Meshure word 只一只狗 一只猫 或者是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只鸟 这些只要是动物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或者是一只猴子 Monkey猴子 好 这几个全部都是用只猴子 好 所以这里他说了 这只小狗可爱的不得了 好 可爱的不得了 我们也可以说是非常可爱的意思 非常可爱跟不得了的意思一样 非常跟不得了 那不得了是等一下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说的 不得了 如果你先preview过的话应该知道它是什么了 好 到这里大家也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 好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请嘉玲说一下句子 他们没吃 这是什么老师 这个聚会 聚会 大家都吃 聚会都有吃有喝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好 聚会的话我说一下 像是你跟你的朋友很多人要一起吃饭 一起见面的话你们会先说一个时间对吗 先约一个时间 那约了这个时间一起吃饭 这个我们会说一个聚会 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 所以是聚会 所以是聚会 聚会 很多人一起在一起吃饭 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 好 所以句子说了 他们每次聚会都有吃有喝 有吃的东西也有喝的东西 所以有吃有喝 那大家都吃得非常开心 好 所以这个句子大家也可以对吗 有吃有喝 看汉字就可以猜一猜它的意思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 好 这个刚好是我们上一堂课说过的语法对吗 V者 做一件事情 一个state 一个condition 像这里它说的这个句子 好 那这个句子我请美玲说说看 他站着帮朋友拍照 他站着帮朋友拍照 所以如果是这个句子的话 请问一下美玲也可以怎么说 还记得吗 同一个时间做两件事情 所以你还记得可以怎么说吗 他一边站一边拍照 对了 他一边站一边拍照 好 那这个句子你觉得是对的吗 如果在这个condition你觉得是对的吗 你觉得是对的 好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说一次 因为这一个上一次好像有一些人有问题 这个一边站一边拍照 这个句子不对 这个句子不对 没关系 等一下我会再说一次这一个 好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说过 有的时候逼着这个东西跟一边一边不一样吗 还记得吗 上一次说过一边一边有的时候和动词加者 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那这个刚好就是那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没有关系 等一下会再说一次 但这个句子刚刚梅琳说的不行 不可以 等一下我会再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 好 所以这里这个如果只是这个站着的话 大家都没有问题 对吗 可以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 我们下轴和一边一边的不一样 那我们先看下面一题 好 有人的网路不太好是吗 因为只有两个人回答了 好 没有关系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题 这个句子我先请安康叔说说看 大哥最近比较忙 他忙着办喜事 忙着办喜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办喜事 好 我先把拼音给你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聊天室上这个 办喜事跟处理结婚的事是一样的意思 好 就是他现在要结婚了 那他要先做一些准备 对吗 要先处理一些结婚的事情 那我们会说办喜事 办喜事 好 所以这个会是一起的 只要你看到办的话 后面如果你看到这四个答案 办敬酒很奇怪 不可以 办喜宴也有一点点奇怪 所以也不可以 那办喜事 就是处理结婚的事 所以答案就会是这一个 好 这一个也没有问题吗 有没有有问题 可以 可以是吗 好 安康也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一题 好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这句子 我先请嘉宁说 快要考试了 请赶快回到你的座位 好 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个还记得是什么吗 美玲 座位 很好 你坐的地方 对吗 座位 好 所以这里有人选了 A 我明天要去吃亲戚的座位 对 是不是有点奇怪 是不是有点奇怪 安康如果是你的话 你觉得A的句子可以怎么说 这里可能可以说什么 可以说说看吗 我明天要去吃亲戚 亲戚 亲戚 亲戚的喜酒 很好 吃喜酒 对吗 我们上一次说过的 有人结婚 他请大家吃饭 我们会说吃喜酒 吃喜酒 好 所以这里A应该要把它改成 我明天要去吃亲戚 或者是台湾人会说亲戚 好 亲戚的喜酒 好 这里大家也没有问题 对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 好 大家都选了不一样的 我先把做一个给大家 可以先看一下聊天室 那我先问一下嘉玲 你觉得喜宴是什么意思 喜宴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什么时候一起吃饭 结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一起吃饭 对吗 好 这里我先让你们看一个东西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好 我们上一次也说了喜事 对吗 喜事 然后喜宴是这一次要说的 但上一次的作业你们已经先 preview过了 所以像刚刚嘉玲说的 喜宴是结婚的时候你要吃喜酒 和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个地方 我们会说是喜宴 很多人一起吃饭的那个地方 我们说这是一个喜宴 好 那喜事的话是好的事情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刚刚的句子 好 所以她这里说了 舅舅下个月结婚 她打算在饭店摆 摆 摆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美琳 不知道 好 安康知道吗 摆 不知道 哦 不知道 好 那嘉玲知道吗 不知道 好 不知道 没关系 这里我说一下 饭店大家都知道 对吗 你出去玩 然后你不可以住在自己的家 对吗 你可能会住在外面的地方 外面的地方 像是hotel 或者是一些比较贵的地方 我们会说饭店 外面可以住的地方 饭店 那饭店里面会有餐厅 对吗 那餐厅里面不一定会有喜宴 对吗 要先有新娘和新郎去跟那一家饭店说 我要在这里办喜宴 这边才可以请大家吃饭 对吗 这个地方才可以请大家吃饭 那她跟饭店说了之后 饭店会帮她准备很多的桌子 让大家来吃饭 那这个准备很多桌子 让大家来吃喜酒 这个我们会说白喜宴 白喜宴 准备很多的桌子 让大家来这个地方吃饭 那这个饭是为了庆祝有人结婚了 那我们会说这个叫做白喜宴 好 到这里大家都可以吗 会不会说得太快 如果不会的话就摇摇头 如果一切都可以的话 好 安康可以 美玲和嘉玲可以吗 可以 美玲也可以对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下一个咯 好 那这个句子我申请 美玲说说看 我们香仙郎仙娘 敬酒 祝福到们百年好和 很好 谢谢美玲 好 那请问一下安康 百年好和 百年好和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百年好和 知道吗 百年好和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 好 那可以说说看吗 是 是 一百年好和 是 好 我问一下 请问是感情很好呢 还是感情不好 感情很好 感情很好 那是一直都很好呢 还是好的时间很短 好的时间很多 一直都很短 很长对吗 好 对 百年好和的意思是 感情一直都很好 一直都很好的意思 感情好的时间很长 百年好和 因为这里他说了 一百年都很好 一百年 百年好和就是感情很好的意思 所以这里他说 我们像新郎新娘敬酒 敬酒佳玲还记得是什么吗 忘记了 忘记了 好 喝酒知道吗 知道对吗 好 那喝酒的话 我喝酒会有一个杯子对吗 好 然后别人喝酒也会有一个杯子对吗 然后两个人把酒杯当碰在一起 我们会说 这个人可能是年纪比你大 位子比你高的人 那你是位子比较低的人 那你要跟他喝酒 你会跟他敬酒 你位子比较低 你跟他喝酒 会跟他敬酒 好 那像在台湾结婚的时候 新郎和新娘也会跟客人吃喜宴的时候会敬酒 他们会到每一个人的桌子旁边 跟每一个客人敬酒 好 所以像这个句子他也说了 我们向新郎新娘敬酒 好 就是刚刚说的杯子跟杯子碰在一起 我们说敬酒 好 那祝福他们百年好喝 好 因为敬酒的时候 客人会对新郎和新娘说一些祝福的话 好的话 好 到这里大家都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哦 很好 好 那这个句子请安康说 新娘她换了另外一件漂亮的礼服 哦 很好 新娘她换了另外一件漂亮的礼服 那另外的话是一样的吗 美琳 不一样 很好 是不一样的对吗 不一样的 另外 another的意思 好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对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 这个句子也很简单 那这个句子先请佳玲说 这件白礼服很漂亮 好 那佳玲请问一下礼服是男生穿的还是女生穿的 女生穿的 很好 那男生穿的呢 西装 哦 对西装对吗 西装好 那这里 刚好上面这一张图 这个女生穿的衣服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会说白礼服 这一个大家应该也没有问题对吗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这个句子我请美琳说说看 大像个长不大的小孩 一天都不成 那个是什么老师 看一下聊天室 成熟 成熟 好 我们看一下 他像个长不大 没有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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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不大的 小孩 对吗 小孩还没有长大 好 那一点都不成熟 好 然后之前我们也说过一点都不 好 后面加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嘉玲 不好 对 会是不好的 对吗 不好的形容词 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说过的 一点都不辣 这些东西 好 这个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再回去看一看 好 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对吗 可以 好 如果成熟不知道的话 记得把它写下来 有成熟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这个句子我请安康叔说看 好 万圣节 往生节的时候 很多小孩会打 打什么 打扮 打扮成 鬼 打扮成鬼到处要躺去 好 那万圣节 这个万圣节 OK 好 万圣节是什么呢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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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圣节 好 那万圣节的时候 很多小孩 小孩 会打扮 打扮 就是穿上一些平常不会穿的衣服 可能会化妆啊 然后穿一些特别的衣服 我们会说打扮 打扮 好 打扮成鬼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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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处要糖吃 这个句子 好 那在印尼大家过万圣节吗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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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过万圣节吗 好 问问看美玲 好了 美玲在印尼 你们会过万圣节吗 Halloween 有一些人过万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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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美玲你过吗 还是不过 不过 我不过 我不过 好 OK 那嘉玲呢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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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安康呢 也不过 也不过 也不过是吗 好 所以大家都不过万圣节 好 那在台湾 也是只有一些些人过万圣节 大部分的人也不过万圣节 比较少 好 那这个句子大家都没有问题的对吗 可以 好 还有看不懂的汉字或者是不知道意思的吗 这一个 好 都可以对吗 都可以对吗 可以可以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OK 好 那我们这个review就到这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 这里 好 等我一下哦 这一个 好 我们等一下要来听一下课文 那这里有六个问题 我想要先请大家念念看上面的六个问题 好 那第一个问题我先请安康说 美玲和安童去参加里的婚礼 这个怎么说 啊 忘记了 好 谁 好 谁 好 谁 谁的婚礼 好 谁哦 这个汉字要记得 谁 好 就忘记要把它记下来 美玲和安童去参加谁的婚礼 好 所以从这个问题可以知道 等一下我们会听到 里面会有美玲和安童这两个人 好 那第二个问题 我请美玲说说看 他们穿了什么衣服怎么样 哦 好 他们穿了 这个是一神哦 一神 好 穿了什么衣服怎么样 好 那第三个呢嘉玲 为什么客人都还没到 很好 为什么客人都还没到 好 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等一下可能会出现客人 美玲 还有安童 好 那第四个呢 安康 什么是 第四个 新郎在哪里 他在做什么 哦 新郎在哪里 他在做什么 好 又出现了一个人 那第五个呢 问一下美玲 新郎的妈妈在做什么 她看起来怎么样 好 新郎的妈妈在做什么 她看起来怎么样 好 所以到这里已经出 已经出现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人了 所以对话等一下可能会有五个人 好 那最后一个 嘉玲 新娘在哪里 哦 新娘在哪里 好 又出现了一个人 好 所以可能会有六个人 在对话里面 好 那我们等一下先听一次 有一点长 所以可能要注意听 然后听完之后 我会请你们说说看听到了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一下第一次 好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 那我们来听一下 第五课 吃喜酒 对话 安童 你们来了 恭喜恭喜 明华 这是我常跟你说的高美玲 美玲她就是新娘的哥哥李明华 李先生 恭喜你们 谢谢你请我们来参加你妹妹的婚礼 你太客气了 安童 你今天穿西装真好看 谢谢 参加婚礼应该要穿得很正式 客人怎么都还没到 现在才六点 婚礼六点半开始 时间还早 明华 手里拿着照相机的那个人是谁 他是新郎的弟弟 新郎呢